今天最夯的新闻 绝对做出这个麦当劳的早餐了 想来问问大家 今天早上有人去买这个麦当劳的 日本神级早餐后松饼堡系列的吗 其实我今天有看到我很多那个 信任动态朋友都有买到都有吃 我们的公司的同事 我早上看到他桌上摆着一个麦当劳的时候 我也想说哇根本就是人生瘾家 可是人生瘾家好像还蛮多的 因为我看蛮多人都有买到的 那我们今天ETTLAY记者呢 也有直集各家门市 一大早呢真的是大牌长龙不说 包括得来树也是排爆了 还有那个24小时欢乐送啊 是根本大当机 你连开都开不了的哦 我们主管想订是订不到的 对非常非常的夯 那有不少民众排队的时候 也有说啊8点半的时候 店员就说早就售完了 哇很好奇 大家到底都几点去排队的呢 那其实也有人表示说 这个口味吃起来甜甜的 真的非常喜欢 吃什么汉堡让麦当劳一大早大牌长龙 原来是风靡全日本的神机早餐 McGriddles后松饼宝系列 今天在台湾正式开卖 ETTLAY新闻云直集各家门市 可以看到一大早麦当劳就涌进大量人潮 就等着吃只有日本才有的美味 几乎都是人手两颗起跳 每个人都想尝尝鲜 连得来素也罕见的出现车潮 不止如此 因为人潮实在太多 门市点餐后至少要等20分钟以上 才能拿到餐点 也有民众反应 麦当劳24小时欢乐送 似乎因为点单太多 整个大当机完全打不开 尽管有不少民众表示 8点半店员就说售完了 不过早期的鸟儿有虫吃 有民众成功买到并分享心得 一早就来尝鲜味道咸甜咸甜的不错吃 更有民众留言说好吃刚吃完 吃完这个口腔都是甜甜的 持续来关注吃的话题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台南的阿唐咸州 原本呢一碗是要价180元的这个鱼肚州 因为呢他连续的上涨嘛 再加上他后来有改变他的点餐方式 导致后来有点像是变相涨价 变成一碗是要价300元 就在网路上引发争议了 那老板娘他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他居然还解释说哎呀你不懂啦 我们这个私募于肚啊 我们是卖一片亏一片 真的没有赚钱 我们只是为了传承好味道在硬撑 那老板娘的这番说法 当然在网路上也引发了两派的讨论 很多网友并不买单 不过呢知名作家苦林 就在脸书上分享了他的个人看法 他就说你吃不起就不要吃 干嘛嫌人家贵 那一度现在北部我不知道卖多少 南部就已经一百二一百三 那我们现在一片一度一百二 并没有加价 我们卖一片亏一片 澹南老字号美食阿唐咸舟一碗鱼皮鱼肚鱼肠咸舟 从新台币一百八十元一路寒涨到两百六十元 到了2023年店家再度公告调整菜单 点餐的方式一律改为单点等于变相涨价 而当时面对外界的炮火 老板娘亲上火线表示 市场的石木鱼肚一片就要价一百二十元 阿唐咸舟卖一百二十元 其实是卖一片亏一片 再加上只有阿唐用土托鱼来做咸舟 一片要价四百元但只能做一碗粥 价格才会不一样 经营咸舟真的没有赚钱 只是为了传承好味道在硬撑 而对此知名作家库林就在脸书上表示 吃得起就吃不会嫌贵 吃不起就不要吃干嘛嫌人家贵 还说自己从来不会嫌和牛 龙虾 鱼子酱等高级食材贵 他认为咸贵是穷酸的表现 别自以为正义之事 而有网友最近走访的时候就发现 阿唐咸舟似乎悄悄的降价了 菜单上涂脱咸舟加上鱼度 价格改为280元 点餐方式更是从之前的选配改为原来的方式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阿唐咸舟 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阿芳咸舟 这间阿芳咸舟它是位于宜兰的武捷乡 而昨天宜兰是遭遇到了大雨袭捷 所以这个阿芳咸舟店内是整个大淹水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淹水的高度齐非常高 是淹到这个小腿的部分 那也让网友说这根本就是另类的流水型 大雨袭击宜兰水淹到小腿度 顾客用餐体验另类流水溪 宜兰县昨日遭到大雨袭击 气象署发布大雷雨的即时消息 暴雨持续大约一小时 罗东正与东山乡甚至达到一级淹水警戒 让位于武捷乡的阿芳咸舟因此淹水 水深高达小腿度 让在餐厅用餐的顾客体验到另类的流水溪 店家表示因为大雨的关系 店内一直在进水 之前台风也没有类似的淹水状况 可能是因为大排那边排水来不及 加上旁边的农田水溢出来 才会淹水 顾客表示可以接受 所以就另类体验到流水溪 至于店家损失的部分 要等检查后才能知道结果 好 接下来的这个新闻 也是最近讨论度非常高的一个话题 就是有网友 他说他到大树药局买奶粉 就换到了PS5 然后这个大树药局也证实说 真的有这个活动 我们来看是什么样的活动 他这个呢 他说全台限量十足限购的哦 然后他是购买36罐的奶粉 他就会送你PS5 听起来真的很吸引人 对啊 因为那个奶粉可能有时候 是小孩子的必需品 所以你必须就要买的 那没想到买奶粉 竟然还送PS5 地方的爸爸应该很开心吧 地方爸爸感到非常开心 那网友也有分析说 其实这个生意啊 真的是不会赔本 同样是一万多元 买PS5来玩游戏 可以满足心灵 买食物来吃 可以满足味蕾好一阵子 许多人只敢在梦里 学到电影 酒品芝麻官的包子头 一样大喊 我全都要 没想到日前一位网友 在大树药局买了奶粉 真的收到一台PS5 消息一出 立刻引爆网务热议 网友纷纷询问 这是不是诈骗 大树药局也在官方脸书表示 不要再问了 是真的 从即日起到11月19号 只要在大树药局门市 购买36罐奶粉 和20罐营养品 填写表单 并上传发票 就能换到一台在Sony官网 原价14580元的PS5 Slim 鼠尾版 这项活动让不少网友 兴奋到模糊 留言直说 从明天起 我国小四年级的儿子 开始喝奶粉过生活 难怪我爸昨天跟我说 年过30喝奶粉 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还有人问活动期限 是到明年11月19号吗 如果是我跟我老婆 现在做还来得及 可惜活动限量10台 不到4小时就被缓光光 大树药局也在粉专表示 男人的友情是真的 要大家期待下一波掩护行动 留言区变成许愿池 有网友想买BOBO 希望大树药局也争取妈妈的友情 也有人想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 还有网友认为 这是高招行销策略 业者用双11促销架买PS5 让消费者购买奶粉和营养品换购 看似划算 其实这些钱加起来也差不多 可以买PS5了 但有位网友一语道破重点 爸爸合法带PS5回家 这就是得正啊 铁鱼消息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大谷翔平这颗50轰50道的球 现在真的就在台湾了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台北101观景台 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明年的3月2号 推出了梦想高飞的特展 展出这颗大谷翔平 在2024年赛季创下的 50轰50道的纪念球 而且这颗球是以1.4亿元 售出的珍贵球具 将是由优势资本是无偿借展的 而且他们还特别邀请到了 前旅美球星陈金峰 与张玉成出席 我想这颗棒球呢 它背后代表的意义 不是只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而是它背后的一个无价的精神 其实它代表着缔造了这个记录 它有无限的坚持 然后永不放弃 希望我们能够传达给下一代 这样子的精神 除了50通50道纪念球 特展还展出大谷翔平的 棒球衣和棒球帽 以及台湾棒球名人堂协会提供的 陈金峰跟王建民签名收藏品 而开幕记者会邀请到了 交通部长陈世凯 以及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台北事务所代表片山和之等贵宾出席 更包含了特别来宾 富邦汉将总教练陈金峰 和旅美好手张玉成来分享他们的追梦经历 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就表示 这颗50轰50道的纪念球 象征突破极限的精神 与台北101追求创新卓越的理念相符 在特展期间台北101与新宇航空合作 推出限量梦想登机证 并由BenQ提供雷射投影技术 将封阻尼球投影成巨型棒球 持续带大家关心挺谈消息 2025年世界棒球金铁赛 今天公布了资格赛的相关赛程 那资格赛呢 会在明年2月21号到2月25号的时候 在台湾的台北举行 而且呢是在台北大巨蛋举行 那我们就带大家来看我们中华队呢 会什么时候出战呢 首先呢第一场战事呢 会在2月21号的时候 我们是对战了西班牙 那隔一天2月22号的时候 我们是对战南非 那在隔一天2月23号的时候 我们是对战的尼迦瓜啦 那我们呢最主要呢是要争取 这个经典赛的参赛门票 那由于啊我们在上一届的 经典赛当中啊 中华队只获得了小组赛的 第五名的成绩 所以我们呢是没有 是晋级到第二轮的复赛 所以我们今年明年呢 就必须要从这个资格赛打起 才可以参加2025年 经典赛的会内赛 那在这边也先帮我们的中华队 加油打气一下 希望今年的这个资格赛 之后还可以取得一个漂亮的成绩 是